hello大家好 我是居然好中 我现在位于法国的巴黎 我们刚刚的一路呢 从路上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费十个小时 来到了这里 就是为了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家餐厅 我们已经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呢 预定好了座位 它就是巴黎人心中的胜利 艾弗尔铁塔 不过呢我们今天这趟艾弗尔铁塔之行呢 除了我和摄像师之外呢 还有一位美女阿不足 陪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支视频的拍摄 他就是赶得了海 吃得了席 闻上去好香 捡得了垃圾的 这里边有那个面包 你看见没有 哎呦 Yuppie 别捡垃圾了 我们今天上艾弗尔铁塔去 是好吃的不要捡了 潜一时已经养成毛病了 我就很担心你带我捡垃圾 所以我今天特意定艾弗尔铁塔 我跟你说这里边真的就是 不久前呢 舅舅答应大家说 如果这一集视频点赞过20万 我们就飞一趟巴黎 究竟呢 向来是说到做到 一万多公里的距离 换你们手上的一个站 你们就说 头不OK吧 你之前来过这儿呢 艾弗尔铁塔 没有 在法国出了去 5年了 从来没有上过艾弗尔铁塔 今天戳你的红服 能够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样 所以这5年你都在捡垃圾 对 给你们看看艾弗尔铁塔 排队盛况 一直从前面那个路口 差不多有200米左右的队伍 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有VIP Pass 所以呢我们走这边 整个的这个铁塔呢 是一个全钢的建筑 整个的铁塔建成之前呢 据说呢花了整个巴黎 可以几乎所有的炼钢厂的到 你这部客做的很足吗 必须 我怕还要走那么远 这VIP这个待遇 差点意思的吧 这不让你先 就是舒展一下筋骨 一会吃的更多吧 你是带我吃了饭 还是带我 竟然走了 我跟你说 就为了不让你保持身材 我容易吗 对不对 整个艾弗尔铁塔呢 塔高320米 1889年就已经建成了 迄今已经100多年历史 它曾经在历史上呢 从1889年到1930年之间 它都是全球最高的建筑 1889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咱们清朝的光绪年间 历史上呢 就已经有这么一座大塔 你看非常的复古 现在整个塔的内部呢 还是当年的那个景象 我们今天这头饭 真的挺不容易的 已经累垮的UBI 已经累垮的摄像师 已经累垮的UBI摄像师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餐厅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餐厅 因为它是全法语的 所以要不你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吃的是什么 主菜有一个鱼 是那个摇鱼 摇鱼 第二个呢是鸡 土鸡 黄的土鸡 法国土鸡 你可以猜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饭多少钱 这个环境 怎么也得 五熟一个人 摄像师 你觉得 我觉得其他八熟 实际上是小花蕾 你觉得好不好 我在UBI占一个战胜 我觉得五熟 五熟啊 好 女生第六卡很强的 对 视频店下伙伴 你们也可以猜一下 我们今天坐在iPhone 铁塔上面 就这个环境 这个服务 还有这个菜品 你们猜一猜 今天的这个套菜 你一个人要花多少钱 大家弹幕上随意发挥一波 然后等一会上菜 我再补补它 这个是餐前面包 皮革的 然后还带扭扣 我天哪 这个实际上是我第一次见的 法国不就是奢华高级吗 这个代名词 没准这个就爱马仕的给你整了 我让他一会 正宗寡棍的 对 只要再过一天 他就净化成武器了 直接打头顿都行 法棍可以打得下 就这个法棍 拿这个皮革装 就是法国特色了 爱马仕配法棍 是吧 还有两个法国特色都搞明白了 哈哈哈 那是泡品 我还可以嘞 Yubi点的这份是 南瓜汁配鸭胸肉 我点的这份是 GOLD SHIT 山羊奶配的是甜菜 看着觉得还行 就是 听说他们家这个餐厅是一个主厨 是一个民族的 确实是叫天地 它经常出现在法国 就是电器台上活跃 非常文章 就法国版的 对法国版的 哎呀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这些菜不得加五分 价格也得加五分 嗯 很鲜 是吧 嗯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你这个人怎么 哎 那我试试我的吧 我这个甜菜啊 看着也还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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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甜菜很简易啊 说实话我没有很喜欢这山羊奶 会有点稍微有点山 但是 他们家做的 可能是因为那个甜菜的口味比较酸 所以把那口味盖住 挺好吃的 说实话我很想尝一口你 但是 是 我有摄像石头 尝我摄像石头就好了 哈哈哈 对 跟人家小花蕾的东西就是 哎 真的不错 它是有那种大颗粒的南瓜在里面 对 而且吃上去有那种口感 它加了那个鸭酥肉在里面 然后 增加了那种秋季的那种氛围 就很有嚼劲 这个我没想 再来 MASH CERVERY TRAFFLE CALIE FLOWER AND CARLOWER CALIE FLOWER 谢谢 我点的这个是 法国 艾弗尔贼塔走地鸡 然后它做了一个摆盘 用的是黑松木的混的土豆泥 除了量有点少 其他一切都挺好 你那个是走地鸡对吧 我这个就是跑山猪 我不吃你的 我就拿给他看一个不要慌 然后呢两位摄像师点的呢 小花蕾同学呢 点的这个是 鱼 摇鱼 然后呢 一样配的是土豆泥 还有花椰扇 YUPI摄像师呢 点的是 跟他一样 我觉得你俩很聪明 你俩这种比较反的 就不存在会互相抢食的问题 有经验了 有经验 下回学会了 好我们来尝一尝 这个法国走地鸡的味道 它上面的鸡肉呢 是简单的经过烤制了一下 我感觉像是用的鸡胸肉 感觉一下啊 尝一尝 哇鸡胸肉 试一口啊 嗯 哇鸡肉有点微甜 虽然是鸡胸肉 但是很嫩 嗯 试试你的吧 好的 嗯 还有一刀切下去 冒油啊 这个猪肉的 好像就很香 因为猪肉上面还有焦糖的焦质是吧 对 你看这上面 有一种红烧肉的感觉 这猪肉它加了甜甜的焦糖里面 散发出来那种焦香的味道 很有那种 是吧 是 我那什么 是 那什么Yuppie 你不要慌 毕竟你也是百万损失博主 我要是吃你一口 我不得被你的粉丝喷死啊 对不对 摄像师同学 那个Yuppie的摄像我不敢吃 尝你一口 你应该不会有意见的吧 对不对 菲菲摄影师 我敢说不吗 我们尝一口Yuppie摄像师的 你都把猪肉描述的这么好吃 是不是 很juicy juicy juicy 真的很 它真的是那种五花肉的口感 就是好的一些厨师 他们都开始 就是加入一些亚洲的元素 到他们的法餐当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你今天不尝一口我的了吗 哎呦 你早今天还主动了呢 现在有其他的摄像师在 还需要尝你的吗 是不是 这个鱼皮是脆的 很嫩 我觉得他们的甜点吃的做的比较简单 对 我点的这个是 Rice Pudding 就是用米做的布丁 那不就是粥吗 看上去 也是 尝尝 它在上面是 爆米花吧 就是那种爆米花 对 它上面还是米 它真的还是米 上面是米 它里面有一些黑色的点是香草 哦 所以你吃上去有在香草 所以它口感是冰冰凉凉 然后带着一点冰激凉 而且这个米有讲究 它是法国卡马哥的米 就必须有产吃卡马哥 对 它是卡马哥的米 怎么卡马哥的米就特别香糯 应该是 就吃上去有那种米香和米粒感 我很担心 因为美国的甜点特别的甜 这个有索尔文 对 所以我跟你讲 我不爱的甜点是有原因的 是我真的不喜欢的 我特别腻特别死 但是 这个甜点很清爽 挺好吃的 好那视频的最后呢 就在这里公布一下价钱 我们今天四个人 每个人的价钱 是69欧元 当然还要加上8块钱的电梯费 所以今天一个人的价钱 差不多是77块钱 所以我们四个人今天一栋 花了310 你们觉得今天这顿饭 配上这个景 这个服务 这个质量 划算吗 好 视频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通常景观餐厅 在我这都在8分以下 但是今天呢 不光风景好 而且菜品说实话还不错 今天这顿饭 说实话在我这 10分的话 可以打到9分以上 哎 今天你带我吃了艾克尔铁塔 那是一种法国风景 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种风景 我这就带你去 走啊 走 hai 有点 空气 柜 頭 你 不 请 不 是的 喂